踏入新学年为了确保生生学子免受新冠病毒威胁 从这个星期开始小学生获准在家中自我检测 再把检测结果告知校方 教委部长拿督莫哈姆拉兹强调 被抽取自我检测的学生父母必须依据程序为孩子检测 至于检测的工具将由校方提供 我认识在这里是很重要的 父母和孩子们在家里的试图 可以进行试图的试图 根据的试图在试图上的试图 在公司中的试图 这将试图的试图可以进行试图 拉兹今天在脸书发视频指出 卫生部的国家新冠检测策略规定 每个星期必须随机抽取10%的小学生 在校内筛减新冠病毒 并在去年12月1号开始落实这项措施 而为了加以改善措施 教育部和卫生部讨论后 同意让相关学生在家中检测 拉兹月请父母依据程序检测 否则不只会影响自己的孩子 也会影响其他师生 教育部之后会发布声明 详细解释有关措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